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有所谓的饭后糖这个说法 就是说吃完饭后享用糖葫芦 这一说法的产生 足以证明了糖葫芦曾经的受欢迎程度 以中小沟中生为主要消费群体 糖葫芦连锁店如雨春笋般的迅速出现 根据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加盟业务交易信息 目前在韩国有17家糖葫芦连锁品牌 仅仅在去年一年就有8家新的品牌注册 但随着糖葫芦热潮的衰退 许多店主开始考虑关闭店铺 根据行政安全部提供的地方行政许可数据 报告关店的糖葫芦店铺数量急剧增加 去年有共72家糖葫芦店关闭 而今年截至5月初已经有76家店关闭 这一数量已超过了去年的总数 这家位于人口流量非常大的 宏达入口站附近的著名糖葫芦店 现已变成了一家咖啡馆 该店于两个月前也就是3月份已申报关闭了 目前在韩国自营业者的线上社群中 也出现了许多极瘦糖葫芦店的贴文 一位自营业者表示 没想到糖葫芦的热潮会这么快结束 仅持续了9个月 本来是希望能够回收一些全力金 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想法 我只希望能够将店铺卖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 连水果的价格也上涨 对糖葫芦店造成了直接的打击 业界表示 糖葫芦的价格通常介于3000至4000韩元之间 而水果的价格已大约上涨了20% 例如草莓的价格从每颗300韩元上涨到了500韩元 一位业界人士表示 就算水果价格涨得像黄金一样贵 我们也没有提高产品价格 因为这些是孩子们的零食 但实际上所有原料材料的价格都已上涨 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除了原料价格上涨之外 糖葫芦可能导致成人病的负面形象 也被认为是其受欢迎程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一位38岁的母亲对记者表示 孩子喜欢草莓糖葫芦 以前经常吃 但现在一个月只吃一到两次 他解释说 听说糖葫芦可能会引起糖尿病 所以我们不常来了 儿童糖尿病比成人糖尿病更加可怕 业界普遍认为 引领糖葫芦热潮的年轻一代食品趋势的变化 也是导致糖葫芦受欢迎程度下降的原因 夜间人士表示 我们的主要顾客群2020时代 最近更喜欢吃酸奶冰淇淋 在很多李死汉YouTube修辞上 酸奶冰淇淋的直播影片比糖葫芦的更多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 糖葫芦已逐渐被边缘化 热潮本身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以为糖葫芦的流行会持续一辈子吗 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 哪个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 长时间吃对身体有害的食品呢 想要轻易地吃一下 但价格一点也不轻盈 而且糖简直是爆炸极的 持续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 反而更让我感到惊讶 想到麻辣烫的热潮突然冷却 这不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吗 当初已有先烈 如果还不知情就开糖葫芦店 那损失是必然的 现在大家都在寻找无糖产品 这是预露中的结果 如果推出无糖且较个较低的糖葫芦 应该不会亏本 所以想问一下 在大家的国家有没有 最近突然爆红的美食呢 等我也去吃吃看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